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则消息引爆了币圈 然后导致所有的各种的虚拟货币在最近这段时间都迎来了大跌 有些海外媒体说 这个是由于中共政府打算对加密货币要进行干预 要进行打压 还有人说马斯克已经跟中共政府串通好了 松口了 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完全不了解币圈的人的这么一种随便的这些意测 今天我终于看到了一篇报道 还是真正有一点触动到问题的本质的 但是它又有一点隔靴遭养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说说透 这篇报道它是路透社周四报道的 它说虽然中国三大行业协会日前发布公告 强调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会员单位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但是散户矿工和虚拟货币公司看上去好像并不在意 认为当局只是在吓唬人而已 报道引述 美国加密数字钱包公司Ballet创始人兼CEO李启元说 他认为中方发布这份公告只是监管部门在波动市场中试图保护散户的一个举动而已 但银行很难识别出与虚拟货币有关的交易 因为中国的银行交易量实在太大 当我看到最后这道文字的时候 我就有一种浓浓的熟悉的这样一种味道 就是说你在主流媒体上看到的新闻 往往它只是说一半 然后又参另一半 它既要讲这件事情 讲了这件事情它可以维持一个吸引点击率的一个要求 但是最后它又不把真正的事情要告诉你 它又表面上要跟中共政府要保持一致 它必须要维护政府的脸面 它说是监管部门在市场中试图保护散户的一个举动 我就在想这个监管部门要保护谁 那要保护的人太多了 那最后你说要保护散户 什么时候才轮得到保护散户呢 他又说银行之所以难识别出于虚拟货币的交易 是因为中国银行的交易量实在太大 真的是因为交易量太大呢 还是他不想真正的去识别出来呢 不是前不久啊 马云还在说 哎呀中国这个金融交易 这个监管实在是太过分了 那如果中国银行交易量太大 他就没有办法识别出虚拟货币的交易 那这个马云还有什么好说呢 那马云说了这个话之后 那为什么还会遭此不测呢 所以啊这个后面半句话 显然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谎言 但是呢 大家知道主流媒体嘛 反正他们都是以这个说谎为他们的主要工作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也不必太过于的较真 那么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为什么说啊 中国大陆绝对不可能封杀掉这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啊 就是虚拟货币的真正的这个核心点 就是这个算力的这个核心点所在 就是这个矿池 所谓的矿池是掌握在谁的手里 我拿到一份数据啊 就是有一个比特币矿矿池的实时算力的一个排名 这个排名当中呢 就是前三大矿池 第一个是BTC.com 第二个叫ANT.com 第三个叫VIA.BTC 这三家大矿池啊 其实本质上都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最大的这个BTC.com和第二大的这个ANT.com 他们明面上都是已经明的就是比特大陆这家公司旗下的矿池 那么在币圈混过的人没有人会不知道 比特大陆这家公司在币圈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如果不是航空母舰的级别 那也是核舔艇的这样一个级别 那么第三大这个算力这个VIA.BTC呢 这个比特大陆也是最大的投资的一个大股东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单纯从这矿池背后的老板来看 那就是全球这个比特币的算力目前都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 那么有人又说了哎呀你这个算力嘛 这是这是仅仅是挖挖矿了 那么比比特币你除了挖挖矿之外 你挖矿只是占据这个比特币交易的 只是只是一部分而已 他并不是区块链的全部 这个呢说这个话的人呢典型的就是 就是他没有挖过矿 你现在就是要挖挖过矿 你都是很清楚 如果你想要挖矿的话 你就必须加入一个矿池 你所谓的矿池呢 其实就是他利用一个运算的一个服务器 把就是运算比特币这个任务 这个化整为零分配成各种各样的任务工单 然后发给他这个矿池的加盟的个人电脑也好 服务器也好 就是发给每一台设备 然后让你们去算 然后算出来呢 他根据你们的算力的贡献 按照你们的算力一定的比例呢 会对你的这个账户进行一定的资金回报 是以虚拟货币的形式进行回报 但是呢 真正虽然表面上是这样 真正挖过矿的人都知道 一个矿池的这个客这么一个客户端 其中挖矿任务其实只是他的一个子系统 他中间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你挖来的矿 你可以在他那个上面进行交易 所以说呢 矿池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交易平台 矿池和交易平台 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的 因为你现在 你通过个人电脑的算力 你就是要算几百年上千年 你可能才有概率能够突然之间挖到一枚比特币 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人去干这件事了 所以说所有的现在的挖矿也好 什么生意也好 全部是要依托到一个 就是算力的集群当中 也就是你必须纳入这个矿池当中 那么中国这个比特大陆掌握了三大矿池 也就已经超过了全球 就超过一半的算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国外你就算在哪里要进行一些 作为挖矿的投资项目 这些项目本身也是要纳入到这个矿池当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爱隆马斯克前段时间说 就是比特币已经违背了它去中心化的初衷 确实现在 就是比特币已经是一个中心化的不能再中心化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突然之间有消息传出 中共政府说是要打压比特币 这个可可能吗 首先 这个 比特大陆这家公司背后的资本的来源是谁 它到底有没有权贵资本在里面 比特大陆这家企业 虽然表面上是生产矿机芯片的 就是生产专业挖矿设备起家的 那最多也是通过卖硬件赚了低筒金 那么它真正的扩张期 就是在就是低波的比特币的寒冬时期 在各大矿池以及各大就是生产矿机的企业 面临寒冬的时候 它就大打出手进行吞并进行整合 最后呢 当它完成了整合之后 就迎来了第二波的这个比特币的狂涨 所以说这个 它这个创业的新这个历程啊 大家就非常清楚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国 中国式的互联网企业 逐渐发展壮大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一个标准流程 所以说我们也不用太怀疑 就是说这家公司它背后的牵扯到的利益 它有多么的巨大 更何况呢 真正懂得比特币价值的人 其实都心照不宣 就是比特币也好 虚拟货币也好 它的价值是在哪里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商品 任何一个商品 它的价值就是在于供求关系 那么比特币的价值是在哪里 它本质上就是作为一种 不受监管的货币交易的一个渠道 它本质上是一个渠道 因为除了虚拟货币区块链之外 现在目前所有的货币交易的 就是钱走起来这个渠道 完全是被政府所监管 那么正因为如此 就是比特币的需求量 现在是刚需 而真正的 要使用这种货币交易渠道的人 又有几个呢 你说平头百姓他买几个币 只是放在那边玩玩而已 但是真正的大宗的 要使用这个币的时候 它是要用的 它是要进行大额的进行交易的 那么很明显这种交易背后 如果没有银行及金融机构 开了绿灯的话 那这个是很容易被查到 但是呢恰恰就是因为 有这些各大矿池 就是以这种小额交易 以这种挖矿交易 为名 它其实掩盖的 就是背后的一种大额的一种交易 那么这种呢 其实都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说法 诸位看官爱信不信 我反正是信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虚拟货币啊 在中国境内是完全不可能 禁绝的 完全不可能禁绝得了的 因为它真正需要 这个比特币的人 它恰恰是权贵集团 好的 这个就是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